大家好,我是小颖 餐桌上常见的一种肉 已被列为致癌物 健康吃肉,牢记三点 人到底吃多少肉才合适 其实看牙就能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的教授 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回答 人长了四颗虎牙 是吃肉用的 剩下的牙齿是吃菜和补物的 什么意思呢? 现代考古挖掘 如果挖到恐龙 判断恐龙是草食恐龙 还是肉食恐龙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牙齿 各种牙齿都有不同的分工 我们人有32颗牙齿 其中有四颗是用来吃肉的 前面包括门牙在内的八颗牙齿 叫切齿 主要就是用来切蔬菜和水果纤维用的 后边又有两排20颗槽牙 叫做旧齿 主要起蘑菇物和豆类的作用 这样算起来 就剩四颗虎牙是用来吃肉的 赵教授认为 按照牙齿的比例 饮食结构中 有八分之一是肉就足够了 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 没有必要多吃肉 你们认为是对还是错呢? 其实从一些研究上看 多吃肉还真的对健康有威胁 1. 多吃肉到底好不好? 40万人的研究告诉你答案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 选取了英国生物样本库 2006至2010年的 474985名成年人的数据 平均随访了8年 收集了受试者8年间 蔬菜、穀物、水果 以及肉类的摄入情况 并将肉类进行了细致划分 分为为加工红肉、加工肉 以及加禽肉类 研究期间 统计了这些受试者 包括循环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以及关节疾病等 25种疾病的发病情况 结果发现 摄入肉类 和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之间相关 大量食用加工 未加工红肉 会增加缺血性心脏病 肺炎 结肠吸肉 以及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禽肉摄入较多 会增加胃炎 食恶止肠 气势病 以及胆囊病的发生风险 大量摄入未加工红肉 和加禽肉 会减少缺贴性贫血的发生率 可以肯定的是 肉类收入过多 对健康非常不利 在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肉类里 还有被列为致癌物的 二 餐桌上常见的一种肉 被列为致癌物 红肉 在2018年 被世卫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的 鳄域类致癌物 红肉 顾名思义 就是红色的肉 我们日常吃的猪肉 牛肉等 都属于红肉 近年来 多项研究证实 红肉和胃癌 结肠癌 以及前列腺癌等癌症的 发病风险之间 呈症相关关系 红肉为什么会致癌 中华人民共和国 HACCP食品体系内部审核员 王思璐 接受采访时指出 主要和三个原因有关 1. 饱和脂肪酸 红肉内 富含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进入体内后 会抑制胰道素分泌 刺激胆质酸进入食二指肠 在体内经过一系列 复杂的生化反应后 形成脱氧板酸 食胆酸 这些二极胆质酸 在动物实验身上 发现会促进 节肢肠癌发生 2. 血色素 血红素 也是红肉内含量很高的物质 在烹饪过程中 会形成亚铁血色素 这个物质本身不会致癌 但是进入肠道内 会代谢成 具有细胞毒性的物质 这些物质 会促进癌物生成 3. 造成肥胖 摄入大量高脂肪的红肉 会引起身体肥胖 而肥胖和节制肠癌 胃癌等癌症之间 也有很大的关联 红肉内的有害物质这么多 那还能不能吃 当然可以 红肉是二类质癌物 这类质癌物 是在动物实验身上证实会致癌 但是在人体上缺乏证据 也就是说 这类质癌物可能会致癌 但是不代表吃了一定会得癌症 说的有点绕口 简单来说 就是不能以偏概全 我们既不能吃太多 也不能吃太少 红肉含有的营养物质 是人体所需的 摄入适当的量 对于健康有益 长期不吃肉 反而是不健康的 3. 完全不吃肉 也对健康有害 吃素会导致身体摄入的 营养元素不完整 低足维生素 铁等营养元素 需要从动物性食物内获取 长期不吃肉 会引起几个后果出现 1. 营养单一 素食内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单一 虽然素食内含有维生素 胡萝卜素 以及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但是一些身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只有在动物性食物中存在 2. 免疫力下降 植物内的蛋白质 很难被身体所吸收利用 长期吃素食 会导致体内蛋白质摄入不足 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3. 缺铁性贫血 肉内富含血红素铁 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 这是体内铁元素的主要来源 蔬菜内虽然也有铁元素 但是可被身体吸收的量只有1% 不吃肉容易引起缺铁性贫血 对于老年人来说 完全素食更加不可取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李靖认为 老年人摄入蛋白质的含量 应该达到每千克体重1-1.2克 不吃肉会导致老年人蛋白质摄入不足 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 营养元素缺乏 导致多种疾病发生 在生活中并不是提倡大家不吃肉 而是提倡健康的吃肉 想要健康吃肉 主要需要做到这几点 4.吃肉牢记三点 更安心 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五病区主任 金亥云指出 健康吃肉 须做到这三点 1.首选吃白肉 白肉是指禽肉 海产类食物 鱼肉 禽肉脂肪含量低 肌纤维短 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 肌肉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精氨酸 可以辅助清理血管斑块 2.红肉要搭配着吃 日常吃肉要注意搭配 红肉内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 食用时要尽量选择瘦肉 肥肉和内脏尽量少吃或不吃 烹饪时可以适当加入黄豆 蔬菜等来中和肉类内的不饱和脂肪酸 3.控制好量 每天一圈肉 每日摄入肉类的数量大小 应该在一个圈头左右 这中间包括了白肉 红肉 增益每日白肉摄入量 在50至100克之间 红肉总量不超过50克 肉制品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 要学会健康的吃法 并不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多大的威胁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 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